大家好,我是飞标队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这里每天更新关于区块链或者派币的信息,欢迎订阅,Panetwork什么时候上主网。 现在在网上有非常多的分析人士认为,Panetwork会在2022年的1月上旬上主网,但是在官方从来就没有说过具体的上主网的时间。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主网,它其实是封闭式主网,意思就是还是中心化的,并不是区块链,所以到目前为止,从严格意义来讲,Panetwork运行这么久的一个项目,实际上它和区块链是没有任何关系的,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打卡,领积分,而这些积分是官方看见我们所做出的一个动作,Panetwork运行这么久的一个项目,并没有任何的价值,也没有任何的用处。 那么,即便是如此,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相信它?这其实是Pan给予了人们的一个信念,让我们去相信它会成功,相信它是一个完美的生态。 其实只要人多了,信念够了,就算是狗屎项目也会变得越来越成功。我这样说,不是说我不相信Pan,也不是说我要去黑Pan,反而是我更加信任它,因为好的东西从来不是因为短时间所能做出来的。 好事多么,那么同样的,对于Pan项目来而言,也是同样的道理,毕竟它们理念是超前的,它是第一个提出绿色挖矿的项目,也是第一个手机挖矿的项目。 就从这一点,它已经捕获了非常多人的心,全世界人们都比较关心现在气候变暖的这个话题,尤其是在欧美地区。 人们对环保意识是非常的强,所以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,就开创了绿色挖矿这个鲜河,而第一能提出这种理念的,并且能开创出项目的,我们都应该去追捧它们。 就像同种类型的股票一样,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龙头股?其原因就是它能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,并且我们在前进的途中,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。 这对以后的发展以及生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山并没有路,但走的人多了,自然就有了路。 Panetwork就像山顶的宝藏一样,去摩摆它的人,或者说去开采它的人,源源不断地从山脚往山上爬。 从此,这座山就变成了一座民山,在我看来,Panetwork项目最终会成功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。 但同时我也觉得,它上主网的时间会继续往后推迟,而并不是像有的分析人士所谓的一月中旬就会发布。 因为托拉和放鸽子已经成,为了,项目方的一个代名词,你想让它改,不好意思,那么它改不了,它就是这样的尿性。 因为Panetwork对于项目方,尼古拉斯来讲,上线是分分钟的事情,并且现在的技术能力已经能够达到了,代码以及开源的东西,它已经全部做好。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已经做得非常完善。 上主网对于尼古拉斯而言,只是他点一下鼠标那么简单的动作,但是他就是不发布,他什么时候准确的时间去上主网? 因为他不说,你们就会猜。 他不说,就算推迟,他也不会背上失言的罪名。 要清楚,尼古拉斯可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,他的思维不能用我们普通人的思维去理解。 现在参与的人也那么多了,那么项目的代码也比较齐全,那么他为什么还迟迟不住上网? 他到底在等什么? 其实,他等的是心情,等的是时机,同时也在做人性研究实验。 因为虽然我们没有花钱,但是我们花的是精力,精力就是人性,精力就是感情,有时候让你产生了感情,你就不可能放下。 尼古拉斯是站在山顶往下看的人,他知道我们是不可能放弃的,我们有了感情也不会放弃,开始越久的人越不敢放弃。 他就是要让所有的参与者心慌,参与者越慌。 那么对于这个项目而言,就越容易成功,对于他以后的造势就越大,造势越大知道的人就越多。 尼古拉斯也是人,他有渴望成功的心理,也想做个千古留名的名人。 所以目前的情况来看,台上开放性主网再拖个两个月应该,问题不大。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,我们明天再见。